有人的工作很奇怪 但是也让他意外救了人 是淡水河河面清洁员叶俊峰 这五年内 他已经打捞起了三十多具的遗体 所以有捞尸船长的外号 但是昨天清晨在工作的时候 他却及时救了一个 跳河自杀的男人 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捞到活人 也让他心情特别愉快 在清洁船上来回检查设备 皮肤有黑的叶俊峰 平常的工作就是打捞淡水河面的垃圾 但说也奇怪 他前后做了五年 顺手打捞起的遗体有三十多具 似乎是冥冥中 往生者主动找上他 现在他们要找我们帮 我们怎么就帮他就好了 所以不会怕 他不会怕 又不是我们害他这么怕 清垃圾间打捞扶尸 叶俊峰这个月初 协助警方查获一起尸袋刑案 获得了捞尸船长的美名 但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的扶尸 叶俊峰都秉持着替往生者送行的精神 但二十一号凌晨 他却意外看到了活人跳河求救 能够伸出援手 叶俊峰这一回特别开心 每次打捞起来的都是冰冷遗体 这一回终于救起活生生的自杀民众 叶俊峰把喜悦写在脸上 笑笑的说 只要能够帮上忙 不管死活他都愿意 民事新闻 黎瑞宇 台北报导